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济 今天我们请到的奖金嘉宾是 我们的职业棋手丁练六段 丁老师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棋局呢 是由韩国的江东润直白对战Master的一盘棋局 好 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棋局 Master是黑棋 这盘棋Master是选择了一个对角的布局 也是告诉我嘛 我的布局也是非常的多 也很多变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会跟你下 然后这部尖顶又是颠覆我们原来的认知的一部棋 一般我们说如果是欣慰的话 小木是不是不愿意尖顶 欣慰的话一般在布局阶段也不会监定 小木就更不会嘛 就觉得太早了有点俗 在布局阶段帮助对手立二拆三总觉得有点俗 当然江东润他下的非常有意思 他也不会立二拆三 对 因为他如果是我觉得 如果是一个人类棋手下出这个监定 江东润肯定会拆 但是他觉得是电脑他下这个 这个电脑肯定是期待我这么下嘛 那肯定是觉得这样黑气不错或者怎么样 他所以还是想变化一下能够跳出电脑的一个期望图 改变一下 所以江东润可能会有这种心理 对 其实到后来 棋手跟Master的对局已经都是在求变了 总觉得已经开始在找Master他到底有哪些弱点 我可以去试试看 因为总觉得正常下好像不太行 那这个飞看起来很严厉的样子 这飞完又B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调子 对吧 那是Master下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战斗感觉上来说 白旗可能这个B还真的是有点过分 可以去立 然后这个 压 压完了搬 这不搬是好奇 搬完一冲 就感觉双方就要形成转换了 好 那我们看这个转换的话 结果如何呢 因为转换那肯定是黑气便宜了 从实战结果来看 白旗 这一段 一样 白旗也是提 都是一样的 然后白旗 二路露一个 二路露一个的话 黑旗把这一顶 黑旗是有一个顶 对 这一顶白旗旗筋就被吃了 就形成转换 当然白旗局部没有完全死掉 就是还有搬完打吃这三个可以跑 那这两个已经死了 就是黑旗也非常的厚 形成转换 应该说黑旗还是便宜的 黑旗时空还是明显比白旗要好一点 收获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嗯 或许 我觉得这个如果他心态能够吻合一点的话 他拆个三还不错是吧 那肯定不能说不好嘛 对 因为布局拆下没几手 黑旗就选择了一个我们总是觉得有点早有点极端的一个定式 定完了飞 总不会很好 但是这个B有可能也是心态 有可能也是想考验一下Master这种变化 对 但反正从结果来看没有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嗯 这时候这个转换应该还是朴婷环 不对 江东润 江东润要略亏一些 嗯 亏一些 好 嗯 嗯 嗯 江东润这个网名很有意思 叫朴婷 嗯 嗯 嗯 这个 白旗是半 白旗是长 我看到黑旗 确实Master它对局面的理解非常的好 它的这个战略每盘棋都是非常的清楚的 嗯 我捞实地我就是贯彻自己的思路 我就一直捞实地 我如果是模样棋的话 它就是经常把棋子走在外边 嗯 而这盘棋很明显它又是使用了一个捞实地的一个方针 包括这手脚它使出了这个无忧脚 对 它很少 很少啊很少 而且特别是在布局刚开始它是不会下的 但是这个局面它为什么下了一个无忧脚 就因为上方的变化 已经定型了 它是白旗非常的厚 而黑旗是取实地的一个变化 那它就继续贯彻我这个思路 我就把实地继续捞 包括这个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黑旗又是继续捞实地 所以它 它确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对自己 它就算它喜欢下这个喜欢下这个 但是不同的局面它有自己的理解 它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是要下实地 我下的非常结实 对 哎 我觉得我听完丁老师的讲解 我都觉得这个思路上我以后会有一些变化 对 所以我们也是都是在从Master的这个身上去学习到很多很多东西 对 有很多那种思路啊体悟啊 对 我觉得确实对人类的这个竞技围棋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它现在是走在上面 嗯 这飞压先手 对 飞压拆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黑旗都选择在三路一下 对吧 我这种棋我都不拆高了 这么虚的 对 我都直接就是很扎实了 完全就是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跟自己这盘棋是统一的 对 但是之前有的棋有的这局 就不像是这种 对 我们就发现它如果走这 它所有的棋全在高位 嗯 它要走这我所有的棋全在低位 它绝对是统一的 嗯 非常的思路的很连贯 这是它很鲜明的一个特点 对 然后这部棋又是一个好棋 嗯 这非常漂亮的一手棋啊 这显然走了这部棋之后 产生了A和B两个要点 这马上挡下去了 你如果爬的话 我要搬这个 这两个棋锁 我必得棋 白棋又非常难受 嗯 嗯 那这个黑旗 这挡下来了 这太大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挡下来 不光是把这只吃下 本来这有搬完打吃 这都完全没死的 因为我一手棋把这全吃干净了 嗯 价值非常的大 连个子带木的啊 嗯 对 主要是虚控非常的大 对 然后再拖 搬 然后棋长 其实我相信下到这儿 其实MASTER它的计算统计里边 已经是应该觉得差不多了 因为觉得这棋其实黑棋沾上了 跟白棋战斗也完全可行 白棋根本就吃不掉黑棋 你说的它的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就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拿下了 MASTER到现在觉得已经赢了 就胜率至少已经在它统计里边 胜率已经非常高了 嗯 不然的话这棋完全可以沾上 嗯 这沾上出来的战斗 没看出来白棋有什么好奇效 白棋其实已经非常难办了 现在我们才摆了60多手 对 他实际上选择这个拐嘛 嗯 这不拐完全是非常清楚的一种态度啊 就是我收兵了 我不跟你战斗了 这个我要跟你定型啊 不陪你玩了 嗯 我赢了就行了 我空 空够了 把这个提掉也是非常厚实感 对 这两手棋完全是一种姿态 嗯 我已经赢了 很清楚 对 你围吧都给你 对 你围空都给你 就是这种 就我们正常说你走这会不会死 能不能走到这去破 都不需要 MASTER这步棋 因为他的形式判断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我60手就已经把你打败了 对 你在后面你就怎么下我都解明了走走就行了 他就解明走走 他就一点目 这个给你这个给你 我还是够了 那我就都给你 就很清楚 那这盘棋MASTER的话 你说他就是这个局部一定型 他就赢了什么 局部定型取得了优势 然后之后的变化 他确实他对全局的理解非常的要高人一筹 他是他的所有的判断 他所有的子力的配合 包括这步棋也是非常的一个亮点 走这步棋 因为白棋不肯爬 白棋爬的话被黑棋搬住 这黑棋的就太连贯了 白棋不爬被黑棋挡住 挡到这的时候 这个实地一下子就拉开差距了 黑棋的效率明显比白棋高 所以他这盘棋是从紫效上 对江东润的一个碾压 完全的碾压 对他紫效的判断 就是比江东润明显是要好 从这排棋来说 再大致地摆几手 看看江东润后面 有没有一些还值得我们去看的东西 现在是走这个 黑棋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像这种棋上 其实不走也是活的 他就是走看得见的 实惠的 有目的 那他这个尖冲 会在他空里有什么动静吗 黑的棋 其实也没期望在这围什么空 黑棋只要这个角是我的就可以了 他也不希望中间怎么样 不希望 你看这就飞一个 不就是多围几木棋吗 这个 这完全就够了 对 当然也没有什么 白棋尖冲到这儿呢 也黑棋围不了什么大空 但是 基本上就双方进入到一个比平实地的阶段 黑棋明显时空占有 黑棋还在贴这个 像我们这种扳三子头 是不是觉得还是挺好的 白棋也不会选择连扳是吗 对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黑棋这有一朵花 非常厚 你扳我三子头 你也没什么用 现在走上面 这是立的吗 立的 对 它上面那块还有气吗 没洗 打浆 嗯 它要打个浆 然后这边是 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扳它的三子头 对 因为Master不需要打浆 但是人类 它有时间的这个催促声很可怕 对 他也给你反扳 他也不要你那颗子 他只要能够不死这个气 现在这其实白棋已经破关子破摔了 白棋的时空是越收越少 嗯 本来这很大嘛 现在这被尝一下 这被扳一下 这个时空已经缩水了 就是说完全白棋是一种孤注一掷 要去吃黑棋的一个态度 嗯 那这个任务 显然这个不太可能了 嗯 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黑棋想活还是很轻松的 所以白棋其实也没什么机会 嗯 好 那我觉得这盘棋是结束的算是比较快的 嗯 他们虽然后面下了很多 下了很多 我们也就是把这个地方稍微摆一摆 江东人这时候是吃黑棋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 但他也在吃 哈哈哈 也就是在试试看嘛 嗯 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 对 好 那我们后面的棋价值也就不大了 对 我们刚刚丁老师给我们讲了 这两边的一些比较亮点的精华内容 嗯 那我们今天那个 呃 这盘棋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嗯 再见 嗯 嗯 像样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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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